謝謝… 不如這樣吧,我再回應一下 好,周浩輝 其實我很出奇地 既然我跟田議員分享了 有一個觀點,我是認同他的 就是香港眾志其實是沒有立場的 他的所謂的前途自決 其實香港眾志說得明 他不是港獨 其實他是比泛民更加不堪的 泛民也告訴你 我是中國人,我就是大中華 但是你看到眾志就是… 他的政綱說什麼 好像黃之鋒之前說自己是中國人 然後現在香港眾志說自己是華人 然後又說什麼世界公民 你究竟是誰人 你連說香港人三個字 你承認自己是香港人 你也不敢 我是香港人 你怎樣捍衛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 我先解釋清楚,我是香港人 不是,你的黨,我說不是 你一個黨,怎麼會是一個香港人 不是,你的黨不肯承認 你不承認自己是香港人的政黨 就是這麼簡單 我承認自己是香港人 那行,你自己是而已 就是外國人的身分,對吧 一個政黨,怎麼會是香港人 再回應田議員… 他說的就是… 他引用基本法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 生活方式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你有看一位很出名的學者 顧與德他說 所謂的港人治港是什麼 所謂的港人治港就是… 以商人為主,賦以本地權貴 這就是港人治港 這就是北京心裡面的港人治港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看 他那篇研究 他那邊研究 港人治港就是… 本地政商勾結大陸資本的殖民體系 說穿了一國兩制 就是滿足本地財閥 以及中國紅色資本的殖民體系 就是剝削你們香港人 你們香港人… 有否一些具體例子可以說 具體例子 好了,在1997主權娛交之前 港督是如何統治 他是如何管治香港 他是由港督為主 然後賦以政界… 不是,賦以商界 以及一些本地的權貴 譬如鄉新 是去實行一些管治政策 然後這個模式在1997就轉變了 就變成…因為當時1980年代 香港的商界 其實已經跟華資聯合 就是將… 你這是說法而已 有否一些具體證據 買說法 甚麼…你是想… 你是想我… 你有否一些具體例子 可以展示你剛才說的 譬如領匯這些 譬如MTR,港鐵這些 其實你會看到大財團在香港 剝奪香港人 他的權益在哪裡都可以看到 好,謝謝 他正在維持這個殖民 好,我們讓田北辰說說 你知道為何這麼多紅色資本 在香港就是這樣的… 周同學,我幫你收 我給你一些具體例子 當年港英政府的時候 我爸爸現在過身後 是立法會議員 當時全部委任 當年他按照片稿讀 永遠投票沒有人反對 今時今日竟然有拉布出現 是嗎 你說這個世界是否越來越民主 還是越來越不民主 大家想想 我小時候都問爸爸 為何你每次都支持政府 他說我委任 那我不支持我怎麼辦 說回來 剛才李鵬先生說的那件事 很精簡 好 聲聲之火可以療緣 我是不是很同意 說現在的事情 其實無論有多不合適 多不合適 如何將香港帶上絕路也好 先說一下吧 沒有人理會就有句吧 多人理會才處理 我其實是不同意的 聲聲之火可以療緣 是對的就對 是可以談的就讓他說 就是完全不可以談 田北辰 我覺得如果你說搞香港分裂 基本上是不能討論 好 因為你討論了 你帶香港上絕路 好了 好 我明白了 彭國簡單回應 其實我覺得 怎麼可以不讓人討論呢 英國佬說就這樣 拉人人 我覺得現在香港的撕裂情況 我想是多一點 雪露你會好一點 是不是 你不要干擾我去說話 對,台下不要干擾台上嘉賓 一個人會有自己的言論自由 是不是 我覺得 大家不能夠不看歷史 我希望各位香港的朋友 要看歷史 在歷史裡面 可以拿到沉澱的智慧 中華民國推翻了清朝 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了中華民國 中國共產黨 他搞革命的時候 他是不是叛國 中華民國 他搞革命的時候 是不是背叛了清朝 那個問題是在於 那個國家的政府 究竟能不能夠解決到當時的社會問題 是吧 就是你不可以 你似一時比一時 是吧 所以我們的問題在於政府的存在 國家的存在 是需要去解決社會的問題 好,謝謝 但如果這個解決問題 在社會裡面 相當多人都認為是有問題的時候 那政府是否要想想 施政者是否要想想 好,羅冠聰是否有簡單的回應 因為時間有限 我想香港眾志 對於香港人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就是他不是一個狹隱 並且提倡很多相信的東西 才是一個香港人 而我們對於香港人的定義是多元 以及你對於這個地方的歸屬感 你就可以是一個香港人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不認同一個黨 要自認為一個香港人的黨 它才是一個有立場的黨 而我們對於香港人的定義 是相當清楚的 所以我也不希望 真的有任何扣帽子的狀況出現 我個人對於香港 我是相當熱愛這個地方 並且我相信 這個地方是要為香港人而立 好,謝謝羅冠聰